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是早餐的金荡病药 这些是糖尿病药的现代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希望可以有机会带着大家去闯荡 这个1106公里的路程 很可惜我们没办法圆梦 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已经很舍不得你们 因为原本答应你们的 我们没有做到 我不能在 因为我三岁虚岁的时候就 就嚇壞了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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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患症两次患症的 我就先去签 不放我留给别人外面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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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期见 我们下期见 这个是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可是我剛才跟他說 我會照顧好你 你會背我嗎? 你背我我會照顧你 好 YuYu是魯特 這趟旅程的起點 還要從2022年的3月 也就是去年開始說起 那是我第一次參加不老騎士 我來千里這個活動 去年很單純的覺得 這麼一大群阿公阿嬤 要騎著摩托車 還是去環島 真的是他愛刷新我的三關了 有夠帥的啦 不過那時候因為時間的因素 我沒有辦法參與全程 所以當下結束了之後 也立馬立了一個Flag 2023年 也就是今年 我一定要全程完整的參與到 不可以在半途落跑了 所以今年 我們也一同參與了 為期10天的 不老騎士環島 我們自己目前預計的話就是 我們在那邊會幫他倒倒倒死一點 那中午的時候其實會在那邊陪著他們一起用餐 就是幫他沐浴清潔跟煮飯 以前跟女兒生活一起住 可是他女兒就是 身體上有一些狀況 然後就是蠻年輕就40幾歲就走了 欸他是有政府補助的 對對對 就是那個中低收 在今年3月出發前 我和紅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的社工們 以及今年即將參與環島的其中4位不老騎士 提前到高雄大寮區的獨居老人家中 進行年末大掃除 在去年的影片播出之後 很多人對於爺爺奶奶騎摩托車都有一點疑問啦 這次我剛好也有幸參與到他們的行前培訓 也趁這個機會回答一下大家之前的疑問 你就是來照這幾趟 我先來跟你拚 好 好 當天啊 那這我看什麼 我看什麼 我看什麼啊 我們都看什麼 稍微統整了一下大家的留言以及私訊 其中最多人問我的 大概就是 這個年紀還能騎摩托車上路 到底有沒有駕照 其實在進行10天環島前 都會有像是這樣的培訓 有社區志工的培訓 也有實際帶著爺爺奶奶上路 從台中到南投 來回120公里的試騎 整個培訓的過程會持續大概3到6個月的時間 在報名的時候也會確認是否有駕照 確保在出發日的當天 爺爺奶奶們是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來展開這一趟超過1,000公里的旅程的 熱起來 好了 身體有沒有熱起來了 有吼 很棒很棒 而今年的爺爺奶奶們一共有32位 人數是從以前舉辦以來到現在 最多的一次 年紀最大的爺爺 今年已經99歲了 不過我幾乎看不出來他99歲啦 果然愛騎車的人看起來就是會比較年輕 一開始在我完全都不認識他們的情況下 最讓我感到震驚的一位長輩 則是這位奶奶 美文姐 今年69歲的美文姐在不老騎士中 是唯一一位騎乘著有輔助輪摩托車 環島的騎士 而在這次活動之前 我也只見過其中的4位爺爺奶奶而已 所以在出發日這一天 當我看到他走路還需要拿拐杖的時候 心裡真的蠻震撼的 而除了美文姐 這32位爺爺奶奶們 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些人得過不止一次癌症 有些人曾經車禍 在鬼門關前走了一招 有些人關節退化 連走路都需要靠拐杖 而有一些人則是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家庭 年輕的時候完全不敢出門 直到老的時候才鼓起勇氣 走出家門 準備去環島 透過這次圍棋10天的旅程 我也將在這個過程中 慢慢的了解他們 去年雖然我沒有參與到出發日 但是今年再次踏上這趟旅程 對我來說在一開始反而少了一種見外啦 無限電禮傳來的 同樣是交管志工一路上 回報路況那熟悉的聲音 身邊則是跟去年一樣 有著相同目標的爺爺奶奶們 他們的眼神堅定 精神抖擞 年老的身體裡 裝的是一顆年輕的心 跨上摩托車之後 一點也不馬虎 在志工們以及家屬的歡呼聲下 今年的不老騎士 在廣眾車隊長的帶領下 正式的從台中啟程了 有別於去年 今年的環島方式 從去年的順時針環島 改為了逆時針環島 除了路線稍微變更了一下 每天騎乘的里程 大致上跟去年差不多 都是一天80-140公里的公路啦 10天的總里程 1106公里 對平常就有在騎車我們來說 10天超過1000公里 應該可以算是一個小case 但是對爺爺奶奶們來說 他們可能會因為身體因素 必須花費更多的精力 來面對路途中可能發生的一切 所以隨行的志工們 有負責沿途交通為安的道安志工 一戶志工也會隨機穿插在隊伍之中 隊伍的最後 還有一輛救護車 遊覽車 以及一台後壓車隨行 每到一個縣市 也會有當地的警察協助管理路上的交通 同時每個晚上 交管志工們 也會對每位爺爺奶奶們的摩托車 一一的仔細檢查車況 充足的準備 為的就是在有個萬一的時候 可以提供最即時的幫助 而環島這件事對每個台灣人來說 可以說是這一輩子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而讓我最訝異的是 有一位大哥竟然還是偷偷瞞著他90幾歲的老爸 報名還到的 夜夜 夜夜 哈囉 跟他說我又自己的 你最好沒有 太太啊我你也知道了 其他人都不知道 我爸住台北 搞不好明年你爸爸自己跑來報我 明年啊 明年啊 那些放上去他就知道了 明年邀請爸爸一起來 因為我已經也70了 他會來掉 我爸爸90幾 他不關你70了 他眼裡永遠 對永遠是小孩子 不過他真的很棒 但兩三年前還自己騎機車啊 就抱著我 我們後來把機車收起來 那我覺得哇真是 他有時候跟我抱怨 你看 機車都收走 我機車也不讓他開 他有時候還想 他說我現在你看去家 我來坐馬鈴 他說我帶一個人家車的 他說我就是寡散了 你撞機啊是反套啊 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 尤其在木晶大哥說出我爸 這兩個字的時候 我心中頓時冒出了一種 強烈的違和感 木晶大哥對我來說 說是我阿公 已經說的過去了啦 而很可愛的是 他在70歲的這個年紀 想要騎摩托車環島 還會受到家人的反對 更可愛的是 即使受到家人的反對 他還是自己偷偷報名的 這次的環島 當下 在家裡同樣是一個 不愛聽話的小孩的我 瞬間跟他變得很有革命情感 有一種英雄惜英雄 好漢惜好漢的感覺啊 在我眼中 木晶大哥是一位河海可親 有歷戀的阿公 但是我想 在他父親的眼中 木晶大哥則永遠是 那個懵懂無知的小孩子 在親情面前 哪怕你已經70歲了 你永遠改變不了 在父母眼中的你 依舊是一個小孩子的事實 來來來 來富老騎士 說今天是第幾天 第三天 第六天啦 夾槍第六天 昨天呢我們是騎117公里 今天呢是我們10天裡面 第三長的距離 不是最長 今天有133公里 所以有一點點挑戰喔 沒問題啦 所以我們早上其實都還是帶大家拉拉筋 要騎車很僵硬 我們去拉拉筋 去年基本上 我就是當了一個 十足的偷拍狂啦 不管是爺爺奶奶在騎車 還是在休息 我就是拿著相機 在他們身邊 偷偷的拍 偷偷的路 完全不敢上去跟他們講話聊天 就算他們跟我講話 我也只知道要回答 他們問我的問題而已 然後...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就是在句點他們拉 那時候只是很單純的覺得 我會不會開啟一個話題之後 踩到他們的地雷 或者是跟他們之間有很大的代溝 怕變得很尷尬 所以就只好他問什麼 我回答什麼 那時候其實我心裡也蠻矛盾的 很想要跟他們去互動 甚至是瞭解他們 只是我真的完全不知道要說什麼 而到了今年 可能是因為認識這群志工的時間 相對去年來說 長了不少 整天看著他們跟爺爺奶奶們無話不談 久而久之 我自己對於要和爺爺奶奶們互動 也就變得不再那麼的陌生了 變成可以在台上帶早操 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 主動詢問他們哪裡需要幫忙 甚至可以拿著相機 對著爺爺奶奶們聊天 話家常 也漸漸的可以和他們拉豬死了啦 最好的就是那個去肯亞 動物大前席那邊啦 對最夠癮的就是看到那個 林洋過河啦 對林洋過河 哈哈哈 那個時候 我已經有了集體細胞啊 那我留下的錢我想把它花一花 有的時候你像我得過癌症 兩次癌症的 我就沿著錢 不花我留給別人花 那你不花留給誰 對 讚 對啊 讚 偶像 偶像喔 偶像 現在就是要鬆的時候了啦 那這次為了騎摩托車之後 我練習了一個月才去趕爆 不會啊 我覺得你們都騎得很好 我來開我的頭車 哈哈哈哈 還有跑車 6.8秒 我的手 停下車之後 夜夜手裡拿著一袋便當 往社區裡面走 在這趟環島行程中 安排了很多像這樣的 獨居老人送餐服務 於一開始行前培訓一樣 夜夜奶奶們會繽紛好幾路 同時走進社區 關懷弱勢的獨居老人 陪他們吃吃飯 唱歌給他們聽 其實看著爺爺奶奶們走進社區 去關懷 和他們差不多年紀一樣的老人 我覺得那是一種雙向的鼓勵啦 你可以看到這群爺爺奶奶們 有些人身上還帶著疾病 但是他們可以出來環島 可以去關懷跟他們同齡 甚至比他們都還要年輕的阿公阿嬤 而這群阿公阿嬤 他們也很可能正面臨著獨居的那種 孤寂感 生理上的病痛 甚至還有心理上的問題 我相信在他們遇到爺爺奶奶們之後 看到了不老騎士們的行動 想法 意念 多多少少也會對自己的生活 變得更有目標一點 而爺爺奶奶們 也會因為看到這群阿公阿嬤 進而想要把自己在這趟環島 所體會到的過程 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讓自己在圓夢的同時 也喚起別人的夢 兩邊都會因此變得更好 更棒 所以我覺得 這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進去市區 阿我們有警察先生 今天會在前面保護大家 好來大家等裝一下 來準備齁 先牽討就好 把中柱可以下來齁 大家準備一下 如果要說這一路上 對爺爺奶奶們來說 最有挑戰性的一段路 那我覺得有三條公路 可以列入這個名單當中 分別是 蜿蜒的舊南迴公路 近寧峭壁的梳花公路 以及充滿大車的北部濱海公路 從台中出發後的第四天 車隊來到了台灣的最南端 今天對爺爺奶奶們來說 是一個很有挑戰的一天 因為他們即將迎來第一段山路 就南迴公路 連接台灣西半部與東半部的南迴公路 全長超過100公里 在這100公里中 前半段的30公里 是連續蜿蜒曲折的山路 後面的70公里 則是與太平洋相伴的大直線 對他們來說 能不能順利完成今天的路程 體力與專注力 是最大的考驗 正南迴公路這蜿蜒的前半段 因為只有雙線道 所以其實我們一路上也不太會超車 一直騎在隊伍的最後方 而這裡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則是31號美文奶奶的背影 在這裏面的背影 因為我已經有很多人 在這裏面的背影 然後我已經有很多人 在這裏面的背影 在這裏面的背影 有 而且她現在是在發炎中 我現在是還持續在通通 然後也吃那個消炎藥 因為我只跟醫生要一個要求 可以去環島 所以趕快煮雷顧醇 然後可以不可以 我們現在所有的合作 只讓我減緩它 都還沒有真正的治療 沒有 黃中你們今天很累 我從家裡帶的啦 那個那個 弄那個肩胛骨 你可以這樣高盲去的那邊很幸福 高盲去的 今天是欸 對對對 瘦臉神器 瘦臉 瘦臉神器 昨天有個人拿來用這裡 對 那沒關係 反正它其實都是按摩 也很幸運 在我的故事裡面 回想起來真的都很幸運 在這種環境中 我 今天有了你們看 我以前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這樣子 然後這樣 這樣 是這樣前進的 在前進 我不能站的 我以前是這樣 但是後來也是 我就想說 不好的環境都有好的禮物 父母沒辦法照顧 沒空 結果小孩子很喜歡我 結果後來就變成 所謂的復健 因為我三歲 虛歲的時候就 就 小麻痹了 嗯 那時候 沒關係 我自己來 我有我的節奏 不然 那個 那個 像你們 你給我撥這個 我很痛 對 因為那個 那個 你倒 沒中 而且他現在都在 這一趟的環島 由美文姐的相伴 讓我發現 台灣在很多路段上 對行動不便 或者是拿著拐杖的騎士來說 也是非常不友善的 通常需要拿著拐杖走路的騎士 他們的摩托車 都是需要裝上輔助輪 方便停等紅燈時 腳不用放下來 但你可以看到 不要說停等紅燈啦 單純想要好好的騎在路上 就需要很大的勇氣了 光是那個路幅小小 但是又很可愛的摩托車 專用到 就看得出來設計者 完全沒有把行動不便的騎士 考慮進去 不要說美文姐了 連我騎在美文姐的後方 很多時候其實我真的 非常佩服他騎車的技術 也希望這些設計道路的 專家們 未來可以給行動不便 或者是需要拿拐杖的騎 騎士們一條更安全的路線 欸我真的覺得 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東西 就是你看到人啊 對一件事情的那種渴望欸 它可以超越身體上的限制 可以超越人的想像力 正南迴公路那一天 我看到美文姐騎車的背影 因為他是騎那個 有輔助輪的摩托車嘛 我是沒有騎過啊 但我想騎著 有輔助輪的摩托車那種感覺 應該是跟我之前騎三輪車 換到的感覺是一樣的 在過完的時候 你需要用身體去克服那種離心力 所以那天在南迴公路上面 我看著他用身體轉換重心 努力想要追上前方車隊的背影 有一種說不出的激動 常常我們都說 喜歡騎摩托車是因為自由 但是這一次看到美文姐騎車的背影 我覺得他也替我重新定義了我心中 那一個自由的範疇啊 離開了山 結束了將近20公里 連續曲折蜿蜒的公路 我們也迎來了大海 接下來迎接爺爺奶奶們的 則是接近70公里 幾乎都是大直線的路段 這次我們在南迴公路上停留的點 是這個位於大武漁港旁邊 剛建成不久的大武之星南迴翼 作為全台東最新的迎賓大門 這裡同時也是台東最大的休息站 從遠眺高山到清零大海 名副其實的山海之間 從遠眺高山到清零大海 嗨 等一下 等一下 他剛剛是一起買頭的 哈哈哈哈 對不起 好像 反光看到什麼 結果他沒有穿內褲 我們都沒有看到喔 怎麼這麼好 對啊 我們都沒有看到 今天你就特意派你過來啊 好興奮喔 對啊 讓一下讓一下 辛苦了 辛苦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還好啦 還好齁 頭鋼比較累 頭...蛤 頭鋼比較累 頭鋼一天嗎 頭鋼一天嗎 第二天來就比較沒問題 今天就比較... 比較沒那麼累嗎 越來越習慣 對 越來越習慣 有時候沒有傷害嗎 沒有啦 有哪有症痛 沒有啦 有時候大寶服務的嗎 那補鋼來 那補鋼來 還是藏意又還有 有啦 那藏意又還有 我怎麼沒用到 沒用到 我早就出品了 沒有啦 要來參加就要跟五個啦 真的喔 阿哥要看他睡喔 我怎麼早就叫我第二年參加 第二年喔 可是你看男男 越來越多人了 6點15嘛 開始量血壓 喔開始量血壓 7點15吃早餐 然後7點15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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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一樣 都一樣 阿10八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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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快去睡就對了 你現在快去睡 你現在快去睡 你牛1八吃早餐喔 可以 牛1八吃早餐 這樣算很高喔 超高喔 這樣還早睡耶 阿牛牛我沒辦法 好痛 怎麼會太多人 太多人來找你 看幹嘛 欸我有帶這隻耶 是不是很舒服耶 是不是很舒服耶 嘿 這樣有鬆快嗎 兩個美女幫你抹擦 不是這樣 早餐餐喔 好 明天要再加油 有啦 都吃 喔喔 水庫啦 那感覺 對不對 這是水庫齁 不是沒庫 我在問 我在看 看報紙 看報紙 你怎麼要睡喔 沒有啦 你看報紙啦 我怎麼走 近幾個 我要 走三路勒 你還不想睡 明天 你吃東西對不對 對啦 沒關係啦 不是啦 高通吃暗陣吃了 你又跟人家說 出去 買那個 手搖營 對 在醫療 哈哈哈 買醫療 買豆 你今天吃東西吃什麼 你今天吃東西吃什麼 餅 餅 餅 這樣還夠 沒有 我自己帶來了 我今天吃過 媽仔的三路勒 看得到 緊張吃 哈哈 你還要知道 吃早餐的時間 幾點 知道嗎 幾點 幾點 放開了 蛤 幾點放開了 嗯 沒關係 我來看 你吃這裡 你吃東西 沒關係啦 沒有啦 我怕沒有 他幫你 燒燒 幫你 叫你 你不會躺過頭 不會 不會躺過頭 但是要我們幫你 頂動一下 敢來 不要放你 幫你摸你 看我們住那裡而已 對啊 這個想不到一間 我們 我們 也好啦 你會 好 把你頂動頂動這樣 好 現在都在山路 所以你今天要稍微睡 對啊 哇 還是什麼都要穿 我們就是要 一些偏窄的包包裡面 表演一下 你會不會 這個 這個很久了 喔 喔 這個 這好像 等於是煮 頭燈啦 對 頭燈 頭燈 喔 頭燈啦 頭燈 對 你都在煮什麼 電視 你今天就是要看夢 還是要看夢 都可以 很嚼勁耶 對 很嚼勁 很老 沒有啦 這個 這麼老大 這個 很久的東西 好 好 謝謝你們 好 謝謝啦 晚安 好晚安 好 拜拜 今天正好 也是我們蘇嬌姐 70歲的聖子 來 聖子快樂 預備 唱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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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如果再不趕快走的話 我可能會沒辦法走 所以很感謝這個機會 能夠來參加這個活動 希望天氣能夠很好 大家能夠不用猜迷 希望大家都能夠健健康 平平安的出門 健健康安全的回家 最後要放在心裡 第三個願望 第三個願望 我自己希望我的未來的日子 能夠健康快樂 一二三 生日快樂 我看著天氣 我看著天氣 快樂 從天氣 到天氣 到地面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啦 跟你女婿一樣一直亂說就好了 欸唷 不行 可是他在家都不會發脾氣 這樣就好啊 對啊這樣很好啊 他是這次他又要去出差是不是 就回來啦 那為什麼還不來 馬來西亞 那為什麼還不來 我不知道 你賣別我 這我 對啊 他媽媽一直說買 他就乖 沒關係 這次我來 這次我幫你照 他說有力就好啊 他就這樣講 張公小胖 好不好 岳母喔 結果他不來 那個晚上回去的時候我在處理他 罵他一下 玉鳳姐的女婿 就是咱們熟悉的張公小胖 去年在事成的階段 小胖兄很有義氣的從台北特地下來台中 陪我們從台中市區 試騎到南投 那個時候他就有提到 他想要幫他岳母 報名不老騎士的活動 讓他出來還到 果然 真的是一位非常孝順的女婿啊 媽媽不小 我這是三文男 你怎麼這麼好 你在小什麼 沒有啦 這泡澡是三文男 一樓真的嗎 真的假的 我怎麼跟你說 我怎麼這麼好 你怎麼沒繞他去 我怎麼沒繞你自由 我沒有褲子可以穿 啊 你去三文男 是要穿泳褲 要穿泳褲 沒有啦 鱸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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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鱸褲就這樣嗎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跟他講 我點點點 我沒有自己 有 還要去鱸褲嗎 不是啦 沒有 沒有 很重 點太短的話 你 你就是要點短一點啊 你點你那麼長 還是會去用到啊 這樣不行喔 這樣不行喔 不行啊 我們要做事情 不行 你這樣太短 我問 我去早上跟他順綁 我有帶給你 我知道 我也跟你說 你有印象 你還嚇 你還嚇 吸收進去就好了 好像乖乖了 我 晒傷 晒傷 沒有今天太陽真的比較大一點 啊 這樣可能要穿比較久 對啊 很痛 因為很燙 晒傷 不要直接穿 用毛巾有沒有 要穩膽 披在上面 這樣應該不會 對啊 不能含淚固醇喔 沒有淚固醇 就燙上面要高 對 淚固醇過敏 你剛剛是有水泡破掉喔 沒有啦 反正這看起來很像有水泡破掉 沒有破掉 破掉就慘了 我皮膚超不好的 為什麼會兩結啊 你是衣服這樣子 不是因為 我這邊就是帶一個 那個 能量環 然後這邊是衣袖 哈哈哈哈 這樣你跟我一樣 衣袖都到這邊嘛 啊這個是一個能量環 啊這個就是 那個手套到這邊 把你的手特寫你看 然後這邊 這邊更慘 這邊這個一條一條一條 都有算耶 哈哈哈哈 這邊有手錶 然後還有一個能量環 所以他就變這樣 啊那個袖子就到這邊嘛 你這樣做很均勻的帶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跟LUTOR一樣 全部給他晒 我也是直接全部給他晒耶 沒有啊我有戴修套 他紅 你要戴一下喔 而且你這邊紅掉了 對啊 對啊就是 你看 你這個也是耶 你這個 對啊這個也是 不會啦 我現在是不會痛 但是很燙耶 對 這個肩膀本來就有點不舒服 因為我這邊有骨折過 所以我這邊都持續又不舒服 所以 你看我其實我都走 好像停下來 我再硬這樣轉一轉 欸他 他都暗示了這麼明顯的 該 沒有像 按一下了吧 我就要問他 我問他所以啊 你有沒有聽到我說 所以咯 敢跟你講 我在這裡伸展 我剛剛才去那邊弄 喬筋耶 就喬這邊很痛嗎 你要不要啦 哈哈哈哈 他是這邊也要不要 這樣 剛剛不是 你去問 你去問你對面的 我剛剛 就幫他弄你 他本來很吉祥 他本來這隻不會彎 我先幫他弄一弄 你很厲害 你只有學過嗎 我真的有學過 那就沒問題 好不好 真的不能亂喬 開玩笑 這是媽媽手 然後這是網球軸 網球軸 都會下面這裡 哈哈哈哈 也根本會痛啊 這裡真的會比較鬆 這裡會鬆很多 你這個毛巾也要換了啦 就是就是泡水 這樣冷冷啊 喔冷冷 我老人的 不然他就冷 我就自己用了 大家精神喔 看起來都還不錯啦 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是我們環島的幾天 第六天 第六天 沒錯 第六天 那今天我們要去哪裡 宜蘭 宜蘭 沒錯 沒錯 我們今天要去宜蘭的郊西 之前的行程有講到 這次的環島有一個挑戰 梳蛙公路的挑戰 100多公里的山路 今天呢 其實我們也做了天氣預報的了解 有可能下雨 那因為也要進入山區 所以我們今天全部的人 就是穿著外套跟雨褲 請你們小心的騎乘 順利的通過梳花 好嗎 好 三條魔王級的公路 南迴公路 梳花公路 北部濱海公路 目前爺爺奶奶們完成了南迴公路 隨著行程 在旅程的第六天 他們也即將踏上梳花公路 相比舊南迴公路的蜿蜒 全長超過100公里的蘇花公路 沿途多了陡峭的崖壁 也因為台灣東海岸 盛產大理石、石灰石等等的工業原料 所以沙石車 也算是蘇花公路上面的名產之一了啦 而偏偏就是這樣一條危險的公路 卻有著世界級的無敵風景 住宅 我印象很深刻耶 在出發的前一個晚上還有出發的那一個早上 你會發現就是整個車隊的氣氛啊都變得不太一樣 因為天氣預報說從秀林鄉開始會下雨 然後雨勢會一直持續到蘇澳 當下聽到這個消息 不要說爺爺奶奶啦 騎車以來只要天氣預報說蘇花公路是下雨的 我幾乎就是直接走蘇花蓋 因為連我都真的蠻怕會有落石團砸到公路上的 但是在整隊著裝的時候 你又會看到三十幾雙堅定的眼神 迅速穿好雨衣 跨上摩托車 接著很有精神的喊著不老騎士 GOGO 我們都知道這段路有風險 甚至比南迴公路還要蜿蜒 連峭壁的邊緣也是離你只有不到五公尺 心裡的壓力很巨大 但是我們還是義無反顧的出發了 出發蘇花公路的那個早上 因為過年的時候有發生貪方 某幾個路段有落石掉了下來 所以封閉了其中幾段的車道 正在管制中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志工們要頂著時間的壓力 同時又要注意每位爺爺奶奶的騎乘狀況 其實我們心裡彼此都有一個默契啦 這段路比起之前的很多路段 爺爺奶奶們的心中 其實還是會有點恐懼的 很多爺爺奶奶也在騎完蘇花公路之後告訴我們 他們在騎蘇花公路的時候 幾乎都把注意力放在路況上面 沒有什麼餘力再去欣賞兩邊的風景了 天空雖然暗暗的 但是我們最擔心的雨 終究還是沒有下下來 這也讓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啦 起初我相信大家剛騎進這段路的時候 應該都是興奮的 對於自己可以勇敢的面對這條著名的山路 而感到驕傲 隨著越來越深入這條山路 道路也會變得越來越崎嶇 他們每一個人都注視著前方的每一個上坡 每一個髮夾彎 每一個隧道 試圖找到適合的路線還有節奏 努力克服每一個難關 以及一道一道的管制 看到牙壁傷掉落到路旁的土石 些許的不安還有緊張感 接著也會開始在心中出現 從興奮到驕傲 驕傲到不安 不安再到緊張 他們在這一路曲折的道路上 也找到了前進的勇氣 我會不會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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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between you carry the way it's just part of your damn need 我覺得當時紅道他們那樣的選擇其實是非常正確的 那時候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騎完了整段的舒嬅公路 整整超過100公里耶 32位不老騎士都順利完成了 然後當每個人鬥志正高昂,互相加油打氣 隔天準備再站北部邊海公路的時候 然後一桶冷水就是潑了下來 一瞬間潑的我以為我現在都在泰國潑水節了 因為每個晚上我們都要做快篩嘛 然後那天晚上陸續有快篩陽性的情況出現 從晚上八點開始吧 你會發現那個不老騎士的群組啊 開始通知一直通知一直響 一路從八點震動震到了凌晨一兩點 然後聽說這好像是不老騎士舉辦以來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 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 紅到他們好像有在考慮取消啦 我一聽到考慮取消這四個字 噢那個星瞬間糾在一起 你看著這群人啊 不老騎士們還有他們的家屬 他們可能是猶豫了好幾年 最後鼓起勇氣來參加這個環島的行程 志工們 很多人都是直接把一整年的特休 全部請在這十天的環島 結果現在才剛完成一半 才剛到宜蘭礁溪而已 就可能會取消 當下的心情 真的是無謂達成啦 最不想遇到的狀況 基本上活動就是已經停了 他們現在那邊真的很亂很忙 下一步還是該討論一下 現在活動已經確定是停了 接下來是各自要回家 要怎麼回家 不好意思耶 打擾你們睡覺 但是呢 我們相信說 我們需要讓大家更安心的去判斷 我們接下來到底該怎麼辦 我們就在昨天的時候 當有一個長輩他快篩是陽性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已經趕快啟動了 全體要做快篩的部分 有發現說其實今年你們已經 起庫了哪裡 怎麼樣再說話 哦對大家才記得昨天的說話對不對 跨越了一個非常大的魔王了 在場有很多人 志工們 他們都是抱著想要帶著這些長輩圓夢的 期待來到現場 請了十天的假 很不容易 特休一次就用完了 要瘋狂的加班 才有換來這些時數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是很期待這趟的旅程 希望可以有機會帶著大家去闖蕩 這個1106公里的路程 很可惜我們沒辦法圓夢 所以這一點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已經很捨不得你們 因為原本答應你們的 我們沒有做到 我很謝謝我們心意相同 你們的體諒你們的支持 對於我們做的這個決定 給予滿滿的支持以及肯定 謝謝你們 總是站在我們的前面照顧著我們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有得跟你們學習 看見你們的成長你們的改變 我們都為你們加油 為你們開心 我們在這裡 不得不按下暫停鍵 但我相信有機會 我們會再按下那個啟動的 好不好 好齁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本來要騎去草圖 那後來因為那個年續假日 車流很多 後來就取消 非常感謝 哲彥他在機車行工作 本來星期天 2月26是星期天 他跟老闆接用產地 在幫我的機車檢查維修 完全不收費 我都耿耿以懷 後來他們六個人陪我回家 我兒子在家 他說 媽媽 你們不老騎士 不是都很老 怎麼這麼年輕 哈哈哈哈 我說只有我一個是不老騎士 他們是志工 他說 好扯喔 六個人保護你一個 連我的家人都很感動 非常謝謝 還有這幾天 騎乘當中 道安跟司西 他們安全帽子戴著一個是 9730 一個是3273 3273的車主 給他一個掌聲 哈哈 他們兩個當我的左右互滑 非常感激 如果沒有你們這樣陪陳 大概沒有辦法去南瑋跟蘇華 雖然也沒有前程達證 但是 我實在也非常感激這次 一生當中很難關的這個回憶 好謝謝 雖然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取消接下來四天的行程 對爺奶奶們 以及志工夥伴們 我覺得是最好的選擇啦 但是當下其實我還蠻錯愕的 一趟環島旅程 到了宜蘭之後 在短短的不到12個小時裡面 就突然畫上了句號 做我一位騎著摩托車隨行的小小攝影志工 當下我真的不知道我該不該繼續紀錄這段旅程 拍了 好像也不知道要怎麼剪 不拍 好像就不太真實了 在相機背後的我 當下也默默的流下了幾滴眼淚 真的很不適合這一群爺爺奶奶們 那個早上其實到現在我還粒粒在目 為了處理這個突發狀況 大家忙得不可開交的 聯絡防疫計程車 訂火車票 客運票 處理爺爺奶奶們騎了摩托車 這個工作一路從早上的7點多8點 一直持續到了接近下午的1-2點 我們才把最後一批爺爺奶奶們 送上準備回家的遊玩車 明年再見 明年再來 路一直都在 有點可惜可是沒關係 真的很遺憾 對 有點遺憾 都要哭了 下次來我們明年見啦 明年尾還會來 答應嗎 對啊 真的喔 我騙人了 對真的 我記住了 我們明年能來 因為他要篩選 明年可能要 我不知道欸 可能還是要問他們 對 對 不瞭其事 讓 不瞭其事 讓 不瞭其事 不瞭其事 對 不瞭其事 不瞭其事 對 不瞭其事 對 不瞭其事 不瞭其事 我覺得我和珍珍啊 在面對突發意外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可以非常快 就適應了欸 在宜蘭的當下,我那時候是覺得說今年應該就這樣結束了啦 六天過得很快,真的很像一場夢 那時候我還記得啊,我在飯店的房間裡面 很用力的打了自己一兩個巴掌 看能不能讓自己醒過來 但是打下去之後我只覺得臉好痛 後悔打得那麼大力 所以重新拿著行李下流的時候 我也漸漸的釋懷行程被臨時取消了這件事了 反而開始擔心,這樣影片到底該怎麼剪 今天早上 其實整個天氣都還是會下著雨 然後會一下放晴一下有雨 會突然有一陣風過來 但是又好像又會很熱 昨天先去預報,其實看了一下 其實今天早上大多都還是下雨 昨天叫你去100%啦 好久不見 很開心看到你 哈囉美文姐 熟悉的地方 熟悉的聲音 熟悉的臉孔 重啟環島的第一天 不老騎士們與志工 重新回到宜蘭礁溪集合 時間也好像回到了80天前 那一種剛騎完梳花公路 熱血的氛圍 又重新出現在你我的周圍 雖然天空不作美 出發了第一天 這個雨 就下得悠悠夠大的 但是可以看到這次爺爺奶奶們 臉上不再是失落的淚水 而是淋著雨水 這一次 我們準備從宜蘭礁溪 接續3月未完的旅程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有人 就是跟我們一樣 你知道嗎 淋雨其實還可以笑成這樣的 出發那個早上 那個雨真的超誇張 風大雨大 太陽大 說的就是那個時候 但是看到他們這樣在雨中集合 我們的心情就是 自然也就跟著好了起來 這次我還特別不一樣 我還騎著我妹那台老金旺 不老騎士嘛 我年輕 但是車老 前一天還真的就騎著這台車 從台中出發 結果還真的讓我騎到了宜蘭 出發之後迎接我們的第一條公路 北部濱海公路 也就是前面說的 三條魔王級公路的最後一條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前面 真的經歷了太多太多了 當下出發的時候 大家真的只有開心 哪怕今天是要淋著雨 一路騎到新北的萬里 爺爺奶奶們 一路上頂著大風大雨 勇往直前 相信在這樣的情況下 比起因為疫情因素 行程被取消 有車騎 就已經是最幸福的一件事了 IPG你要不要穿一下 有這樣也可以啊 他被好幾個人說 那是你女兒 所以你這樣一定要穿 他第三位說啦 前兩位是不老騎士獎 你是年輕的第一位獎 說那個慶瑤姐是你女兒 對啊 那不是你女兒 我還要穿下去了 我 我 我這本來 我頭髮說我懷疑 你女兒好 我這麼不妮下去 我做爺爺 你做老伯而已 我們是同班同學的 真的假的 你們同班同學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44年攝影 44年攝影 44年攝影 剛好是要同學會的時候 在台北嘛 那我在那邊工作 我就不想去 晚上就 禮拜六就 你這個第一天 我們報到的時候 我們那天沒有看到你 我有時候 他突然比較忙 就沒有過來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一定會參與到底 因為記得你要去同學會 趕快就好 對啊 一整晚沒事 一定會跟晚 絕對要跟晚 對啊 陪你們一起騎到台中 哦太棒了 對啊 太棒了 我剛才有 125比較清醒的 125比較清醒的 不是125比較重點 哦本身體重也沒有很重 沒有啦 這一次 你別說你 我都這樣 你要做兩個人不是嗎 對對對 對啊 結果我們更慌 結果都嚇了 就是屁股比較考驗 尤其這天氣 如果有更熱的話 我好像那 火燒屁股咧 每天只單數一度 所以明天是晴天是不是 明天大前天 明天大前天 31度 我朋友盧特我驕傲啊 那我還說 我的朋友盧特我驕傲 超棒的 還有你老公 還有你老公 我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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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驕傲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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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磚下去了 早地說磚了 你啊 就是 有喔 這趟旅程啊 在某幾個晚上 其實我還蠻喜歡 跟一戶志工他們一起去尋訪的 他們會關心爺爺爺奶奶 他們的身體啊 還有精神狀況 在三月份的時候 我看到梅文姐 那時候只拿著一隻拐杖 時隔八十天之後 再次看到她 她的膝蓋因為退化的關係 現在已經必須要有兩隻拐杖 才可以走路了 在這次重啟之前 醫生還千釘萬祖她 盡量不要太操勞 但她還是同樣任性了一下啦 即使是這樣 他們都很堅持要來參加重啟計畫 而我還記得啊 我在去年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他們到底 為什麼要這麼的堅持 一開始我是覺得愛騎車 就是他們共同的語言啊 但是就在今年 我對這個問題 有了完全不一樣的答案 仔細回想 今年的不好騎士 出發的路程中 一開始就出現一點小意外 環島到了第六天的時候 又遇到了快篩陽性的這個狀況 經過了八十天之後 在志工的努力下 好不容易可以重啟了 重啟了第一天 又遇上了大風大雨 其實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說 騎車像人生了啦 但是我在這一次真的 真切的感受到 騎車就好比人生 一路上你會遇到很多挫折 甚至有時候已經可以用苦難來形容了 但是為了完成你自己當初設下的目標 你會義無反顧的去完成它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 他們這麼努力 這麼堅持的原因 騎到一半 練條咳咳了 對啊 練條咳咳了 練條咳咳了 真的咳咳 這是一波三折啊 所以呢 我們這個金旺號 這一次 呃 無法達正 對 無法達正 無法達正 我們要換起阿斧了 哈哈哈哈 而就在經過了台北之後 南下的這一天 這一台超過20歲的老金旺 終究 也還是被我摔了 摔車的當下 因為GoPro沒電了 所以很可惜沒有拍到 我記得 那時候我騎在一位爺爺的左側 因為已經要停紅燈了 所以我就打算 從4檔往前踩一檔 進到空檔 結果這個老金旺 不知道為什麼很詭異的 在我踩了一下之後 又往前跳了一檔 所以我就大概在 時速4級的狀態下 回到了一檔 想當然的 就是整台車加人 往前破開了 然後接著鏈條就斷掉了 摔下去之後 人是沒有怎樣啦 反而是真正一直在笑我說 連爺爺奶奶們 騎的都比我還要好 甚至騎在我旁邊的那位爺爺 還瞬間停下車跑過來扶我 讓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啦 金王浩在這次的環島之旅中 只能算是完成70% 沒辦法完成這個半島成就 還是蠻可惜的啦 那個 我知道會經過營養 那是我的故鄉 那我從以前小時候離開 就沒有再回去 因為很 山上要自己爬 或什麼都很困難 所以 那個行程裡面看到有營養奶 其實那時候我很期待 可是我們停了是不是就去不成 我沒有經過那裡 可是那時候我沒有表達出來 我會講 可是 我就很期待能夠再重啟 因為我們私底下有幾個就是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是後續自己想辦法 一段一段我們就把它補齊 再重新確定說 可以重啟的時候 我真的好開心 真的是很期待也很高興 很多那個畫面都回來了 所以我們回到飯店的時候 那一片海的聲音就 一直在 我的腦海裡回到 那是我小時候有看過 我就看著 可是我真的覺得 沒有個碰難 他走那個海邊 可是我小翠真很貼心 他就趕電話說 我這邊有人也可以接 他就 我說你不行吧 那個 我都還要走樓梯上來 我們好像沒有那個 斜坡道 所以他又再問了一次 然後 想到說那個人就知道 他說你們可以走 汽車的斜坡道 可是 你知道那有多抖嗎 我心裡還在跟小翠 還在跟小翠的時候 不行的話就停下來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做的 因為以前都靠著那個管上飛車 這一次已經是用雙管 可是 即使用雙管 我也想想要把它 對 然後 小翠就 接著借輪雨 然後遇到一個陌生人幫我 幫忙推那個可能變軌 那個地方 你知道 我就覺得我真的超幸運 雖然沒辦法下去碰還是 那一台輪雨 是我第一次做的 進的那個輪胎 那它環節 那個要怎麼講 就是它已經 它可能比較脆化了 脆化了 對對對 就真的脆化了 跟我們的行李箱一樣 是喔 哇 就好像說 第一次做輪雨 就第一次把人家做壞 做壞一張輪 在爺爺奶奶們達政的前一個晚上 都會有一個像這樣的達政晚會 來慶祝他們明天即將完成為期10天的圓夢之旅 在晚會上看著爺爺奶奶們開心的互相擁抱 互相加油打氣 在這邊我也真的替他們感到非常的開心 同時也覺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10天真的很短 這趟換到旅程在明天 就即將完成了 來啦 今天齁還是 我覺得難分難的啦 還是但是齁 還是要帶大家 全往你們最後完成 圓夢的這一塊 畢竟我們從3月等到現在 要到了喔 Thank you Thank you 好極喔 我們上次再一次 推動一跑 就好 同樣啦 同樣啦 爆破就好了 大騎士 GOGOGO 不老騎士讚 不老騎士用 不老騎士 GOGOGO 讚啦 讚啦 憲哥讚啦 勞哥挞哥 挞哥挞哥挞 挞哥挞 挞哥挞哥挞 挞哥挞哥挞 最後在親友們的歡呼聲下 這一群爺爺奶奶們 也完成了這一趟超過1000公里的環島 lys而不是 weaving去旅程的 海外的旅程 海外的旅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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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